好現在是買iPhone的時間 我已經選好了 我今天要選的是這台 iPhone 11 Pro Max 然後它我選的是256 天哪我要選哪個顯示器啊 這個這個Pro Max 然後夜幕綠色 然後呢256GB 這台呢是45400元沒錯 然後我現在要使用我的黑狗卡 分成三級回饋 好準備來結帳囉 現在9月14號 送的時間已經要10月2號了 然後10月9號錢可以拿到 好然後我順便訂了一個透明手機殼 可是他說今天可以提供 啊我手機沒有 我去拿幹嘛啊 你看他現在有三級的選項 所以呢我現在來台信銀行 就是要準備三期 可是因為怕之前 像我有些分12期24期繳不完 好我現在來 進款囉 好先讓我委委道理一下 我在新加坡的時候就一直收到簡訊 他說快到會了快到會了 恭喜你終於收到了 當我知道手機到會的時候 我就非常想立刻買機票回來 所以呢我現在回答為的第一件事 就要來開上我的新手機 可是因為我是非常害怕手機 會撞到或摔到的人 所以呢我現在第一件事情呢就是 我要先把這個手機拆開之後呢 我現在要拿去包膜 然後呢包完那個表面的保護貼之後 它的磚殼 我才會晚上來慢慢的同步這一切 出發 出發 喔喔要開了 好興奮喔 新的手機來了 好美喔 好買手機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跟去年一樣 來到我最喜歡的手機店 然後現在就是要來設定一些 我真的很忙耶 跟去年一樣也是這個店員 你怎麼還沒離職啊 哈哈哈哈哈哈 嘿嘿嘿 今天我們就要來包新的模了 這裡這裡這裡 好興奮喔 而且還比你等我來耶 幫我包哪邊 鏡頭對不對 對啊 還有螢幕嗎 對 欸不得不說你們動作真的很快耶 我才剛拿到手機你們的貨都到齊了耶 我真的給予高度肯定 為了你準備的 哈哈哈哈 因為我跟大家講這個 我最想買的模式那個防灰的模 巨排已經來了 我真的非常興奮到不行耶 因為等太久我居然去買了一包乳 滷味 半月吃滷味像話嗎 還好還沒12點 oh no 好 我們來看一下我包完的 新的模 好亮喔 幫你擦一擦 幫我們展示一下 這樣子 哈哈哈哈 完成了 超美 好現在就是我要回家備份了 我要跟這個可愛店員說再見了 大家可以來找他 你叫什麼名字啊 叫什麼稱呼你 叫我雲凱 還真的講名字啊 哈哈哈哈哈哈 拜拜 好現在呢就是iPhone 11 Pro Max的開箱時間 對 我剛才在印尼回來的那天啊 我已經在半夜 晚上11點衝到時代店去包摩 然後整個人都包好了 所以我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我原本的iPhone X 然後呢這個是iPhone Pro Max 就是新的 然後現在我覺得跟大家分享就是 大家會說 欸光想在哪裡買手機最便宜 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次我是在Apple幫忙買的 然後我是搭配台信銀行的黑狗卡 所以它可以分成三期的優惠 本來四萬多它就分成三期 所以一期的錢大概就是一萬多一萬多一萬多 然後呢 因為它在網路上是有3.5%的現金回饋 所以我分成三期之後 它的那個就不會滿 你知道嗎 因為有一次它優惠一個月滿了 你到我就沒了 所以我刻意把它分成三期 那是不是在原價的部分 我就會折扣到信用卡 跟網路優惠的部分 那我本來是很喜歡用Shabag的網站 就是現金回饋的網 可是它有時候會排除新機 所以大家可以 如果你要等舊一點點買的時候呢 你只要同時使用Shabag的回饋 網站會有1%到8%之間的高回饋 因為我去年買的是這個iPhone X Max 然後它現在還在一年內 是保固內的時間喔 所以呢我現在在把它賣掉 網路上的價格只要在保固內 然後基本上維持這麼好的情況下 它是可以賣大概三萬塊的 真的假的 所以其實我等於只花到 大概一萬五到一萬七左右 就買到一台新手機了 可是我覺得要跟大家討論的是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就是聰明消費 也不是說 因為每次留言就會有人說 啊真的省錢的人才不會買新手機 這才是浪費錢的行為 可是我是跟大家討論 如果說今天你非要買新手機不可 要用什麼方式 有可能省下比較多的錢 好了網路上大家討論度最高的 一定是關於拍照的部分了 到底拍出來效果會比較好 來來來來 我們現在拿兩支舊手機來試試看 2...3 換個角度 1...2...3 OK 好我們來看一下兩張差別 畫素的部分 我覺得畫素比較好啦 明顯 皮膚的缺點直接出來 我這樣子看我覺得沒有變 沒有比較偏黃 就是 我覺得沒有偏黃 可是如果說你本來是iPhone X的人 好像沒有一定要換到11 好像是耶 因為其實10的畫素就已經很好了 對不對 這支是11 這支是10 好再來我們試試看廣角鏡的部分 很廣欸 還不錯啊 還不錯啊 現在來給大家看一下廣角鏡的部分 就如果 天啊 好廣 給大家看 這支是原本的iPhone X 正常的大盒獎 可是如果你使用廣角鏡的話 它就會變成這樣 欸 超很多耶 不過跟大家說明一下 因為我新的iPhone X也是有貼防盔的 所以大家如果螢幕上看起來 沒有那麼亮就正常的 傳到手機也是不會這樣子的 而且它有一個功能很強喔 是你可以拍照拍到一半 因為現在不是很愛拍現實動態嗎 對 拍到一半的反響想錄影 你直接長按這個功能就可以來試試看 1 2 3 好 欸 錄影了 啊 變錄影了嗎 對 我看 變錄影了嗎 我看 慢動作聽說是變得可以自拍鏡 好 來 耶 耶 嗨 你要播法人家看得出慢動作的感覺 好 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慢動作 來看一下 耶 那用內鏡頭看一下自拍的感覺 好啊 我覺得新的自拍比較好 我覺得內鏡頭差蠻多的耶 給大家看一下 完全沒有濾鏡的 這個是原本的iPhone X 然後這隻是iPhone 11 Pro Max 今天是以上幫大家實測開箱的感覺 對 那我覺得大家就可以自己想一下說 如果說我們今天跟大家介紹到的功能 是你們喜歡的會用到的 那你就可以購入 可是如果說你覺得還好 暫時沒有這個需要 其實我覺得本來就不是每一個手機都一定要換行啊 本來就沒有一定要 本來就看你們工作上的需求 或是生活上的需求有沒有需要到 我要換了啦 那你買哪一款 我買11的Tiffany綠 蛤 你拿到10體 你看到嗎 還沒 我現在要回家就拿到了 喔 來訂閱我們兩個頻道 還有來我們的IG追蹤 如果說有任何問題的話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都可以按讚分享跟留言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掰掰